僑胞代表致辭 主席介紹僑胞代表 僑胞代表 陳千惠女士 是僑務諮詢委員 原設計在台北 現在僑居於南非 目前擔任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器官學會總會長 及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非洲執行委員會的執行長 陳委員曾經擔任第二屆到第四屆的 南非共和國國會議員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執行委員 及國際活光會世界總會的理事 長期肉心公益服務僑居 積極參與主流政界 在僑居 僑居國南非 擁有高知名度 及良好的社會聲望 協助政府推展台匪間外交及僑務工作 提升台灣國際形象集能監督 貢獻著 現在讓我們掌聲歡迎僑寶代表陳千惠女士致詞 敬愛的蔡總統 賴副總統 大會主席尤院長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來自全球各地的僑胞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110年雙十國慶 在這歡欣鼓舞的時刻 我們旅居海外的僑胞 亦同感振奮和喜悅 本人很榮幸代表全球僑胞 再次誠摯祝福我們國家 生日快樂 全國同胞健康平安 今年台灣因新冠肺炎COVID-19及病種病毒入侵 至5月面臨嚴重疫情威脅 幸好在蔡總統領導下 地方 中央及全民齊心團結抗議 在短短70天控制疫情 於7月成功降為二級警戒 再次締造我們全球防疫的典範 政府為輔助企業照顧勞工 加碼推動紓困4.0及振興5倍券政策 有效降低疫情帶來的衝擊 帶動經濟復甦 為因應全球經貿秩序重整 政府透過多元佈局提升台灣經濟動能 持續推動5加2產業創新計畫 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強化台灣產業的體質及韌性 推展新南向政策 非洲計畫及申請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和世界具有潛力的市場 展開經貿合作及人才交流 並堅守民主價值 與全球理念相近的朋友 建立夥伴關係 致力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及繁榮發展 在對外關係層面 政府外交工作普遍獲得國際支持 美國總統拜登好友 前參議員陶德 美國聯邦參議員 Darkworth、Sullivan及Quins等參議員 於今年4月及6月相距訪問台灣 立陶宛同意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另外美國、日本及歐盟立陶宛 斯洛伐克、捷克及波蘭等國 在台灣疫苗緊迫時伸出援手 共捐贈超過700萬劑疫苗 在5月召開的第74屆世界衛生大會 斯瓦地尼等14個邦交國 及美國、加拿大、日本、英國、澳洲 均呼籲支持台灣參與WHA 據監台灣追求民主、自由及人權的堅持和理念 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多真朋友、真友誼 今年東京奧運台灣68位選手 在各項運動項目表現優異 並在舉重、羽球、鞍馬、射箭、桌球、高爾夫 跆拳道及空手道等項目 取得二金、四銀、六銅 共計十二面獎牌 為歷屆奧運最好的成績 原在海外的僑胞也深受鼓舞與有榮焰 謝謝選手們努力榮耀台灣 讓世界看見台灣之光和台灣的力量 旅居海外的僑胞 永遠是政府最堅實的重要後盾 今年三月中國突然暫停進口台灣鳳梨 僑胞以實際行動認購鳳梨 並積極行銷推展各項產品 相挺台灣農民 在國際社會 僑胞也運用人脈網路 呼籲各國政要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 及世界衛生組織 持續為台灣發聲 全體僑胞未來 將繼續用心用力 全力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社會 最後 僅代表全球僑胞 祝賀中華民國國運蒼龍 蔡總統政公康泰 台灣人民安居樂業 平安幸福 台灣加油 1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